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荣江 蔡总统宣布兵役恢复一年 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行政员今天核定公告 2024年元旦开始实施 年满18岁的男子就要服兵役一年 接受最新的军事训练 蔡总统说主要是因应中国的威胁 以及看到俄乌战争 乌克兰人民保护家园的决心 现在战争持续超过300天 还没有停止 乌克兰没有投降 还在奋战继续击退俄军 乌军是怎么办到的呢 乌克兰曾经自废武功 废除真兵 结果引来普丁出兵侵略 今年2月更是全面入侵乌克兰 乌军除了抵抗 还赶紧派人到欧美学习武器操作 边打边学 这样都能打赢俄军 那台湾面对中国解放军的威胁 做不到吗 一年的一无一难 要学打刺针飞弹 军方说训练模拟器已经到货了 还有无人机等现代化的武器都要训练 乌克兰的台籍志愿兵就说了 国军训练改建的空间非常大 那现在考验会不会是在军方呢 我们的军方大多是传统的战争训练 观念有没有与时俱进呢 再来训练现在的年轻人呢 而且还有一点要克服就是 国内有一大群亲中团体 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纪灵莲 竟然出席庆祝共产党的活动 朱立伦还说蔡总统你真的错了 备战还要加上对话 但国民党跟共产党对话多年 有减少侵略台湾的野心吗 中共官媒持续的恫吓台湾 说这个延长兵役一年 是推向战争 吴亦农就说 一个政权想梧桐你怎么对话呢 还是要像王洪欧一样 去上央视跟中国的口径一致 把兵凶占围的责任推给自己呢 那这叫对话吗 还是投降呢 另外中国不顾疫情海啸全面开放 病毒传播全球 两年前被武汉病毒害惨的意大利 最近发现中国一般 这个航班上头呢 竟然有高达半数以上 都是阳性确诊 昨天决定呢 要对中国的旅客强制裁减 那日本 台湾还有美国呢 也都跟进了 疫情海啸中国死亡人数激增 北京的殡仪馆要求要封锁 染疫者死亡的消息 俨然成为国家机密 但是广东电视台 还傻傻地跑去报道 说这平时呢 一天大约40具的遗体 现在呢 暴增10倍 还要拿号码牌哦 这个费用还飙涨 最新情绪发展 节目节目中 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 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中将大家好 好 再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山将军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台湾智库策略长 王毅川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 吴国栋 中将好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李明贤 大家好 台经专家 徐清皇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中将好 大家好 蔡总统前天宣布 兵役恢复一年 行政员今天就核定公告 在2024年的元旦开始实施 18岁的年轻人 服兵役一年 要接受最新的军事训练 那蔡总统说 这是从俄乌战争 学到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意志决心 第二个就是军事训练 那说到俄乌战争 本节目 当然是最专业的专业户 我们就来对照 有关这个意志决心 还有这个武器训练部分 我们先从武器训练来看 乌军这次可以说是边打边学 都能够打赢俄军 那台湾现在还有时间训练 难道做不到吗 先调清皇 我们看到从这个乌克兰 立下战功的次真飞弹来谈起 现在说一年的乌亿难 要去学 那军方就说 这个训练模拟器已经到货了 那显然这个速度相当快 显然之前就已经在准备了 对 没错 这个昨天节目中 我们有告诉大家 在这一次的调整里面 非常重要的是 在课程中 我们讲说有三大部分 一定是要让大家要学的 这三大部分 让未来的乌南要学的 是包括这个刺针飞弹 跟标枪飞弹 还有这个无人机的部分 那这三大的部分呢 我们昨天有告诉过大家 这三件事情呢 它的模拟器 尤其是刺针的模拟器 跟标枪的模拟器的系统 其实在我们的军方 早就到位了 甚至我们还有个 雷射接战的模拟系统 所以呢 你等于说 对我们的乌南来讲 未来要受的训练的课程 非常的扎实 那跟这一次的乌俄战争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他对于 未来战场上的关联性 那提到乌克战争的时候 当然在最近呢 有一场访谈 这个访谈是什么呢 是这一次呢 有个乌克兰的中式叫做大卫 他是T64BB战车的车长 那么这位车长呢 接受国际桥牌社 制作人的访谈 那么这个访谈里面 他讲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个访谈 我们特别重视它 是因为乌克兰现在 交战最严重的地方 号称叫乌克兰角落基的区域 就是在乌东的巴哈莫特 这个地方巴哈莫特 这个地方呢 正是这一位受访谈的车长大卫呢 他抽空利用时间 接受这个访谈 告诉大家 他们在战场上 是怎么样一路坚持过来的 所以他提了几件重要事情 包括各位可以看 他讲到说 这三个画面让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他说 乌克兰跟台湾都是小国家 同样都面临大国的侵略者 指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国 同样都面对到这个恶邻居 他在想要霸凌你的状况 那第二个画面 他告诉你说 他们认为 指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他们认为说 如果输了的话 尤其是特别是这个乌尔战争 乌尔战争 各方的观察重点都是 如果乌克兰输了 他就会间接的激励中国 告诉中国说 你看乌克兰打输了吧 那所以呢 这个中国 你对台湾呢 也可以发起一样的战争 然后国际间都不会干预 但是后来看到的状况是 国际间不但去干预乌克兰战争 而且国际间给乌克兰 非常强大的后援 让乌克兰可以稳下来 甚至可以反攻战场 反攻的非常漂亮 所以你看他里面讲说 中国在一个月内会获取台湾 这件事情呢 就是建立在 如果国际要 孤习俄罗斯 侵略乌克兰之上的话 乌克兰如果战败的话 是 中国一个月之后 就会出兵台湾 中国一个月之内 可能就会出兵台湾 那他里面讲的还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他就讲到说 整个关键在于哪里 各位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乌克兰人得到很好的武器 不管是标枪飞弹 刺针飞弹 甚至是后来你看到的防空飞弹系统 不管是这个Narsens 或是你看到爱国者飞弹 这些各位 这都是乌克兰人表达出 他的战役 坚决勇敢的战役之后 国际间才去支援他的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在2月24号当天 那一天晚上 他就跑到跑到其他国外去 绕跑的话 你认为乌克兰还可以得到这些武器吗 你认为乌克兰还可以得到这些援助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是乌克兰人先拿出了战役跟勇气 得到国际间的尊敬与佩服之后呢 哇你看到国际间的援助 源源不绝的进来 所以你看到乌克兰才会拿到这么多的武器 所以这一位 这个我们讲说这一位军官 他就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你说 关键不在于武器 而是人的意志 这才是人的力量 精神的力量 所以你先拿出意志 你先拿出你的力量之后呢 国际间相关的援助 才会提供给你 所以这也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要表达自己的这个战的意志 就是你有保卫自己的意志 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是乌克兰的海军陆战的 第140独立侦察旅的士兵 他们在画面中呢 发现说有俄军的士兵 这俄军的士兵呢 不但在偷偷鬼鬼祟祟行动 而且还有战车在周边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去发现他们鬼鬼祟祟行动 像我们画面中所看到的 是无人机去看到的 结果你知道 这个无人机去看到了之后 才过没有多久的时间 你就看到 炮兵就轰炸的画面就出现了 所以你看上面是不是就冒出烟出来了 这就是炮兵去轰炸战车 轰炸这些士兵的画面 而这个东西怎么做到的 这是无人机所接收到的坐标 无人机看到的讯息之后 把画面跟坐标 回传回到他的这个 中央的数据处理系统 中央数据处理系统 通知讯息给了炮兵单位了之后 炮兵单位就炮击了这个战车 跟炮击二军所在的地方 所以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里面一定有一个 重要的运算系统非常重要 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有一个 是在战场上的 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 那这个野战炮兵的 这个战术数据系统是在干嘛的 他就是把不同的炮兵的武器 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之后呢 他就收到了无人机的讯息 收到了坐标讯息进来之后呢 我告诉海马士多管是火箭 你可以炮击了 我告诉其他的这个榴弹炮 你可以炮击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美国所丢出来的标案 这个美国的标案呢 我特别回到他的官网去看 你看他就告诉你 他要这个采购 IFADTDS这套系统 这里面包括海马士多管是火箭系统 整套在里面 那么这整套系统要干嘛的呢 你看英文就告诉你 这是为了给外国军队训练用的 那外国军队训练用指的是哪一些 美军采购这一套 这个野战炮兵的数据战术系统呢 他给外国军队是给哪些国家 来各位看在这里 三个国家 第一个台湾 第二个拉脱威亚 第三个给乌克兰 所以他摆明是要采购给台湾 拉脱威亚跟乌克兰用的 所以美军采购这套系统呢 就是要给我们刚刚看到 这三个国家 包括台湾在内所使用的 所以乌克兰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 跟所需要的装备 现在看起来美国要采购来给台湾 然后我们刚刚是不是告诉大家 现在你看到在台湾 标枪飞弹的模拟器的 这个模拟系统的教室 已经建制完成了 这个是标枪飞弹的 然后呢你再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美国所要采购这一套 他们在战场上可以使用的 可看到可视觉化的 这一套野战的炮兵战术数据系统 就是用这样的一套系统 他可以接收到讯息 做出最有效的战术的决定 所以呢他就可以通知炮兵 看该用什么样的武器去做决定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现在整个现代化战争里面 乌克兰从美国方面 从北约学习到很多 而且让他走向现代化的军事 同样的对台湾来说呢 这一次的兵役改革 也是要帮助台湾 从美国方面呢 学到现代化的军事训练 所该学习的项目 从这些讯息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除了你要有坚定的抗敌意志之外 再来我们的国军 军事现代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军方也说 我们向美方提出 增购500枚的刺针飞弹的需求 已经获得同意 那同时这一套新购 它会拥有整套的训练模式 还有教材 那未来也就会配备在 一年一期为 一无一为主的手备履当中 那陆军方面 也已经派员到美国 进行种子教官的训练 显然早就在准备了 要请教委婉 那这个军方我们也说 他们也讲就是说 其实这次的义务役 是可以学到 但没有保证说 每一个人都会学到 因为这恐怕要讲清楚 不然会有些艺难 会进去想说 我怎么会没有学到 这个差别在哪里 我坦白讲 如果你对国家有热爱 去看这件事情 你就很容易理解 如果你站的是 我要找麻烦的话 比方说 进到国军 你有机会操作到M1A2 那我怎么弄半天 我都在开那个 我都在开那个云报呢 看单位不一样 单位不同 操作机器不同 但是都是新式的 我这个字有点小 给大家看这个 我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这个 这一次的议期 它不叫议期 恢复一年而已 它这个专案名称 我们研究两年 过去这两年 我算 我认为我幸运的 可以有机会参与其中 我也做到了 手密的原则 未来还有一年到五年的 准备期间 它的叫兵力结构调整方案 我坦白讲 疫情恢复一年 是这里面事情最小的一件 其中之一而已 还有很多事情 我先讲那个新式训练 这个是公开文书 这个你如果用心去读 国防部释出来的缩帖 里面就有讲到 有关新式武器的操作训练 你先看这里有一排 这排我把那个截图 栽出来 这排就告诉你 一年的兵要做什么 我们要让年轻知道 你没有浪费你的青春 每一分每一秒要值得 那新兵训练呢 八个礼拜 我们现在呢 当兵只有四个月 十六周而已 新兵训练只有五周 那八个礼拜的 入伍训练之后 这基础训练 就要打一百多发子弹 然后接下来 要所谓的驻地训练 分发部队了 我分发到渝北城 渝北城好像是坦克部队嘛 我分发到虎口装甲师 装甲铝 我分 像我是分发到空军 我到空军官校 你分发的部队不一样 这十八周 你学上不一样啊 所以他的缩体就告诉你 单位不同 他就告诉你 依照任务需求 职务所需军事专长 结合现代化科技 了解装备原理 最后就是 学习国军获得新式武器装备的操作 也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分发到的是野战部队 我有可能会对抗的 低空来袭的 刺针 你会学到 我可能会遇到装甲车 那可能托式反坦克飞弹 或者标枪飞弹 你有机会碰到 我如果到空军 我可能不会直接遇到反坦克的 那我不用去学反坦克 我学的可能是网络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 筹措的新式装备 我坦白讲 这几年我们进步相当快 如果你看到这一个 我可以很负责任跟 透过中央节目 让所有异南的家属了解 五件事情 第一个 威胁来自于中国 不会因为你台湾选谁不选谁 中国威胁就不见了 否则日本增加57%的国防预算 自卫队不够7万人 他们要增加7万兵 因为菲律宾增加9%的国防预算 澳洲增加8%的国防预算 我常讲 全球都在增加 难道这些国家都民进党在执政吗 所以可见不是因为这些国家 而是有个共同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的武军事扩张主义 威胁了全球的威胁 所以提升我们安全的保障 才能嚇阻侵略者的野心 和平有两种 一种是卑躬屈膝 求侵略者同情你 不打你 一种是你有能力阻止他打你 而且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相挺 后面那种和平才是真和平 那我们的训练讲的是 心事训练 实战训练 足量训练 叫做心时量 心事就我刚才讲的 我们 刺枪术现在变成 美军的心事的近战格斗术 那你光听到这个 就说那我们的教官 我们很多东西都要从学 谁来教过我们 那我只能说 你以为我们过去两年在做什么 你以为我们跟美国很多单位 签了MOU 是为了什么 所以已经有种子教官 在接受训练 美国不是有揭露他们第一特种兵团 在台湾训练的影像带 2019年吗 我们不是跟Arizona 跟Hawaii的 National Guard 这都到阿富汗打仗的部队 我们不是签了合作备忘录了吗 我只能揭露到这里 也就是一件事情 军方做事 也许有的人对军方不满意 我看到军方他在做事 至少是扎扎实实 这些没有准备 他不敢宣布 所以心事的训练 从近战 从实弹的射击到新式武器 不同的单位 你会摸到不同的新式武器装备 空军的我不会去学开坦克 陆军的不会去飞战斗机 你这样想就知道说 不是大家都会用刺身 然后再来 有一个很重要是 这一次对易南的着想 从薪水 大家聊很多 我不赘述 训练的地点 分发的地点 我们未来台湾的常备部队 就是现役军人 就两种 一个叫做 志愿役组成的主战部队 一种是义务役 现役军人组成的守备部队 而这个守备部队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报告 总共有12个新装新训旅 这12个旅里面有4个石兵旅 就是这4个要满边的 另外8个新训旅里面的炮兵营 也要石边 所以将来这个叫守备部队 那当然有一些义务役南 会分发到基础设施的守备 宪兵等等 这个就构成我们的 所谓的常备部队 职业军人志愿役 加上义务役 现在服役一年的 组成的常备役 构成两大块 主战跟守备部队 那退伍军人呢 退伍军人 退伍的职业军人 跟退伍的义务役军人 他除了去回到原单位去石边 但量会更大 剩下的我们会叫做 后备军人的城乡守备旅 总共18个旅 这一个变革 再搭配新式的训练 这就是构成台湾 我们安全的保障 经济发展的基础 对的确 委员说明非常清楚 现在考验了 会不会是我们的国军将领呢 因为我们看到 乌克兰的台籍支援军 李承宁他就说了 国军训练的改进空间 非常大 比如说他在战场 他就说他没有看过吃枪术 而且未来无人机在前线扮演关键角色 所以国军训练改进空间非常大 也希望未来能够强化实战 跟新武器的使用 就要请教余将军 我们说这些年轻人 接受新的事物 绝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反倒是我们这些国军 因为过去都是接受 传统的战争训练嘛 比如说很多的战术观念 到底有没有与时俱进 然后再来训练现在的年轻人来 当然一定要与时俱进 他讲的不尽然是错的 这位理性的朋友讲的 不尽然是错的 就是按照他以前所认知的陆军 或者三军的训练 他讲的是对的 那么这一次兵役的变革 我刚刚委员讲的 不是延长而已 就不是恢复一年而已 那个恢复一年是基本款 重点是内容的改变 他时量还有心 这三个口 这不叫口号 就是要面临实战化 那实战化叫什么意思呢 刺枪术到底有没有实战化 很多人就知道 刺枪术是精神啊不可费 我告诉大家 枪支武器的改变 必须要改变你训练的方式 以前你用武器步枪 刺枪术雄壮威武 那个桃木柄打到手臂 啪啪啪很雄壮威武 后来改成M16或是65K2步枪 也可以刺枪 它是这个塑胶胶合的这个 这个枪脱 也可以 现在T91你刺给我看 T91没有枪脱 它那个枪脱底板是空的 它按照你的身材 它可以身长缩短 那你刺枪术没有枪脱底板 脱机法要怎么脱 它是空的 它是一个空空的框架 一个铁架子 那个要怎么脱 那没有办法脱 刺枪术的三个要项 刺 踢 脱 你就不能脱了 你脱机法就不能用了 所以刺枪术是个精神 你可以活在你的脑海里 跟我们踢阵不一样 但是训练要改成 比如说近身格斗 搏击或武术等等 比如说武术 你可能任何东西拿起来 你都可以当成武器 这不是更有实用 搏击实战身边所有的武器 它都有它使用的规定 例如说刺刀 刺刀可以放在刀的 那个枪的上面 那个可以用 那刺刀可以拿起来 比方短刀 匕首用 这都有特战部队 所谓的实战 空手夺刀 夺枪 近战 实战 这都有 那应该把这一些 列入士兵的 整个训练的内容中 那这才可以 才可以晋升 所以说没有看过刺枪术 说句实话 你真的让 让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进入乌克兰 但用刺枪那个对刺 说句实话 那只有二四大战才看得到 对 现在看不到了 所以真的是要升华 要改变 所以我们有没有改变了 我们整个训练的方式 量增加了 我们的心颖的方式 也做调整了 但这个调整 必须要从思想模式 训练模式改变 也就是说 以前国军所要求的一个 叫做零维安 这三个字 我真的建议国防部 不要再提了 训练不会零维安 我们只能说 减少维安事件 但不绝对不会零维安 零维安就是 温度太高不要升 不要训练了 太冷不要训练了 下雨不要训练了 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一定会有 这一定会有 所以说就连最先进的美军 他都不会讲零维安 所以这些训练方式要改变 另外我讲到 余将军有关于 我们刚刚提到 那种赤真飞弹等等 因为这个我们的退降吴思怀 他是陆军副司令 他说 这个都算是高阶的这个专场 所以要进行 比较多州的这个训练 那老实讲 你在战场上 还有分什么高阶低阶吗 训练当然有初级专场 中级专场跟高级专场 有 那这个初级专场 就是一般的步枪兵 就是训练四个礼拜 就可以完成 所有的这个专场需要 这叫初级 四个礼拜 那你训练超过八周以上 这叫中级专场 那中级专场什么 其实托式飞弹 次约飞弹算中级 他不算高级 他算中级专场 不难学 因为我的兵 我在当专家旅局长的时候 我应该是全国第一个 打托 那个标枪飞弹的 就是我们的单位 他不需要用人去做分配 因为你一个火鞋关 你掌握的火器有多少 我们那个年代很简单啦 就是60炮 42炮 81炮 155流 再加上战车炮 做这个分配而已 那这就很难了 现在还加什么 海马斯火箭系统 还加上各种飞弹 中长短不同的取射武器 直射武器 全部要纳进去